杨子的结婚对象不是肖战,而是家世的外人。肖战那片海公布上线日期。杨子的结婚对象不是肖战,而是家世的外人。有消息说杨子的结婚对象不是肖战,而是业内外人。作为目前Biz最贵的小花之一,杨子不断收到新片的邀请。最近,他完成了长相思的最后一幕,并准备进入新的剧组。 除了事业的十分发达,杨子的恋情也是公众关注的话题。于生请多指教播出后,杨子和肖战频频被网友推传。尽管一直纠缠着假戏真情,但两人至今没有承认彼此的恋情。甚至发声否认,让很多人不免失望。近日,有博主发帖称杨子最近被父亲安排去相亲。他的对象不是娱乐圈的人。 据了解,对方是富二代,家是不一样。这一信息一出,就迅速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。有观点认为杨子也到了约会的年龄,相亲的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然而,也有人反驳上述信息毫无根据。谁都知道,这是杨子很出名的时期,他只专注于事业的发展,所以相亲是不可能的。 杨子也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了,约会也是正常的。不管是约会还是真的结婚,都支持杨子的决定。而这只是博主给出的新闻,不要期望太多。 如果杨子真的约会也好,免得一些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。可惜不是肖战,但杨子约会也行。可能性不是很高,杨子正处于事业发展最强阶段,约会或谈恋爱都难。 现在,关于杨子是否真的和富二代相亲的事,人们正在议论纷纷。肖战那片海公布上线日期。明年一季度首播,肖战或平实力演员。 近日,网上关于肖战另外一部新剧那片海的消息,一次又一次成为热议的话题,甚至网上还公布了肖战那片海的上线日期,会在明年第一季度首播。 此消息一出,粉丝们不淡定了。值得一提的是,在那片海的宣传海报上,肖战或平实力演员,这一点无庸置疑,肖战本身就是一位优秀的实力派演员。 据悉,网上一众爆料博主都公布了肖战、李沁合作主演新剧那片海的上线日期,不约而同认为会在明年第一季度上线首播,相较于玉古摇那片海的爆料内容不是很多,如今都纷纷指向那片海,希望不是空穴来风。 另外,在那片海的宣传海报里,肖战和李沁都获平青年实力演员,强强联合打造一部正能量主旋律好剧,以年轻化的视角,诠释一段激情岁月,爱情,友情,梦想,信仰等,看点十足。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大家当然希望这样的爆料内容属实,好久都没有见到肖战的新剧了,本以为玉古摇能够早点定档,奈何过去这么长时间,还是没有一点动静。 作为实力派演员,肖战一直都在认真拍戏,很多次都是拍戏到凌晨,基本上肖战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剧组拍戏,拍完了也要播出。 总之继续保持关注吧,目前还是网上的小道消息,剧组和演员都没有官宣,继续等待。 祝福肖战一切顺利,在四处奔波拍戏和工作的过程中,一定要注意个人防护,亲身体验,这种感觉非常难受。 肖战未来可期,期待作品早点播出。